叠加全异之后最低只要21.49万 杀疯的自己LS6到底值得买吗 首先说一下LS6的一些亮点配置 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全系标配 然后还有英伟达的ORIN X的自驾芯片 还有一个42英寸的一个升降频 配置方面是已经把22万这个价格趋劲的配置堆到了天花板 激光雷达全系标配 以往的激光雷达可能在小棚 大家可以做到覆盖了60%到70% 现在自己直接上了一个全系标配 虽然入门的是一个被大家吐槽的400伏的平台 它也就充电的效率低了一点 它也就整车驱动的能耗高了一点 还有就是给到你的驱动电机的功率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价格香在全益加持下不到22万 400伏又怎样呢 这个堆到你的价值还是非常的局具性价比 当然如果你的预算要高一点 然后你对电气化程度的级别要高一点 在全益的加持下不到25万 可以给你更离谱的一个商店能力 包括了100度的大电池包 包括了一个接近400千瓦的快充 包括一个875伏的电池包的功能 以及378千瓦的一个电机 这个东西你就花一个25万给到一个800伏的平台 它香不香 那真香啊 那么最后说回自己这台车的一些基础硬件表现 4米9出头的一个车长 2米95的轴距啊 这个空间就看上面数据 那是妥妥的没问题 然后底盘呢 给了你一个前双擦臂后多年感 加上自己一直标榜的自己是一台为操控而生的新能源啊 那个底盘的调效和质感 我觉得就不用过多的赘述吧 除了价格方面呢 在这次新上的自己LS6上 我觉得上汽也是把他的产品SQ玩得特别的明白 总共上的四款车型 主要就是覆盖了三款后驱一款四驱动力 同时呢 给了你四款车型不同的一个电池包 每一款车型一对应一个电池包的容量 再加上四款不同功力的电机啊 包括最后四驱是一个双电机 它所有SKU的一个分类啊 又回到了做燃油车时代 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我会以我的发动机排量 作为一个主要的SKU的分布 然后配置方面呢 再在排量的基础上做一个优化 而自己LS6就直接给了你一个 我的电机的一个排量 或者功力的分号 然后加上配置的一个叠加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 就觉得非常的简单 而且为什么自己 这一次要上全系搭载激光雷达 然后为后续的自驾做铺垫 因为我们知道新的原车 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场 大家拼的就是一个自动化的能力 一个自驾的能力 自驾作为一个运算模型 是需要海量数据的投位 如果在路上拥有大量的驾驶数据 可以投位到大模型 那么你的自驾能力 就可以很快的进行一个迭代进化 所以如果自己LS6这一波 可以大面积的出货 像现在官方宣称的订单已经过三万 如果LS6的整车量能跑到六万到七万 而且都在路上进行每天用自驾行驶 那么对于自己的自动驾驶这一块的数据投位 是非常的有帮助 那么未来的自驾领域里面 或许还有自己这个品牌的一席之地 一帮助 我们还在这边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